当时离婚的时候就是我一时冲动 但是我还是爱着她的 除了她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和别人结婚了 但是我们的家人 尤其是我妈 真的觉得没法跟这样的儿媳妇相处 我觉得在一起就应该彼此包容 我一直在包容她和她的家 他们家却不能包容我 她嘴上说包容 但是行动上却做不到 我希望她再想想过去美好的日子 别再以意孤行了 这个有一段曾经的过往 确切地说嘛 曾经的夫妻嘛 今天他们的情感在离异之后 又出现在一个岔口上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36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小李34岁 平常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出纳 来有请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布箱子里的秘密吗 可以 我愿意 今天应该是女生的要求是吧 对 来这儿的目的是 想和她复婚 复婚 离婚多久了 半年 谁提出来的 我 她一天挑三点四的 对我家人也不好 跟她相处也没啥意思 有孩子吗 打了 那离了干嘛 还非要在一起呢 我觉得我家 我俩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因为她妈养了条小狗 不不不 她妈养了条狗 怎么会让你们离婚呢 因为我不喜欢这条狗 我比较干净 你说说怎么了 他们家那条狗怎么招你了 她就容不下我妈养的那条狗 她有洁癖 就说我家那个狗老惹她了 对老太太也不好 所以说跟她就没有啥意思 你们婚后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没住到一起 又不住在一起 那狗爱你什么事 是这样的 她总不在家 我两家离不近 她妈的意思就是说 没事我工作忙 回去她给我做点饭 就总要回去吃去 我说我不回去 她说她母亲年龄太大了 我就回去替她召召她母亲 也就是替她进一份孝心 我说行 行 但是她妈养的那条狗 我每次回去吃饭 她妈也不把这狗酸上 每次我去的时候 这狗都是在我身前 转来转去的 你怕狗吗 我特别反感狗身 掉那小毛 那你跟她母亲说了吗 摸过了 但是她始终不把这狗送走 也不给她放在笼子里 那你就说 谁家的小动物 她不钓毛 到我家吃饭 钓两根毛 然后钓到山上了 然后她就吃不下去 也回家了 不是就这么点事 就能至于闹到离婚吗 其实我感觉 她家 她和她家人 一直都把那狗 放在第一位 从来就没替我考虑过 不是 不就是你吃饭的时候 那狗没有摔下吗 还有什么呀 我在上面吃饭 它在下面穿来穿去的 我怎么吃 我一不想一不想一不想吐 你想吐什么 就是钓你身上几根狗毛 哪个狗不钓毛啊 你自己身上还得掉几根头发呢 狗围着你转 那不证明我家狗喜欢你吗 太喜欢我了 你说那次我下班回家吧 一开门呢 这狗对我特别热情 在我身前这来转去的 结果狗腿还划伤了 用它牙 什么 那大家天又去打婚姻牙 什么给你腿划伤了 它根本就没说实话 它怕那个狗 长得身上狗毛 然后它拿棍子打人那狗 那你说谁家狗 挨揍它不咬的 你拿棍子打别人家狗 你看看试试啊 你看看它咬不咬你啊 我打完疫苗 我一直都担心 都睡不好觉 我就怕后遗症什么的 后来吧 我就跟它说了 我说那 以后我不上人家去了 或者是少去两岁也行 它还不愿意 然后吧 它妈吧 也不是在家 你说自己找点事干得了呗 没事好 我做饭 让它我回送 还给你送过去 是啊 不挺好吗 对你 好什么呀 因为他妈在家 你说给狗被这个 弄这个弄那么的 那医生回生上家 肯定都有狗毛啊 他做饭的时候 怎么可能掉不进去 掉进去多长啊 我妈给你送饭 你说是不是对你好 你一天挑三拣四的 然后还整个我妈没事咸 我妈没事咸 溜弯就多好啊 何必给你做饭呢 再说老太太 做饭之前她不惜手啊 你怎么就说 那饭里面有狗毛呢 上次我爸 还从外地特意买了牛肉 然后回过头来 他让我把牛肉 给送回家去 老头老太太 是不是对你好 是他一片孝敬 但你想啊 他拿回来 他拿回来那牛肉 往他出房里放 往出房里放 那狗闻他 又闻他 能不过去闻吗 巴什么的啊 就你还是觉得 牛肉不带外包装的 牛狗毛 不可能的事 明白了 咱们就别说这条狗了吧 也老冤了 那也行 你最后一会 就完事了之后吧 我说那个 我不想 你就不上他家去了吧 完他妈 又整一出 那没事 我给你俩工作忙 我给你打扫 打扫尾声吧 他自己打扫 可得好 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 我是 我是咋的 我把一年四季 又都分开了 放整整齐齐的 放在那里 我想穿的时候 到那家就拿 我想用的时候 到那家就拿 他这一规论完 我什么都找不到 你说老太太 跟你收拾衣服 她不领情 可得好 还做三道四的 你说还麻烦这 麻烦那 那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不用你妈去收拾 我有时间 我自己会收拾 这确实 再说了 你妈去的时候 连收都不打招 我直接开门就进去了 就是你 你说我回去的时候 一看东西找不着了 我还以为小偷拿走了呢 我妈收拾衣服 我妈收拾完屋子 你还当小偷来 我妈还得偷你点东西吧 易子 那他不至少 我只是小偷偷的 还是他拿走的呀 那你说 是不是为你好 老太太给你收拾衣服的 是不是怕你累了 回一球一晚 结果回一球 怎么都放不着了 害得我 从我都没吃饭 我就加班 有一个文件 重新写的 等到我晚上回家一找 放大屋子 给弄垃圾桶了 以为没用的 那你说 就这样是的话 你那些破碗 你烂铁 你找谁 你不能收拾 放柜子里 你就别让他去收拾去吧 你说那老太太 是不是怕你累了 把你一天还挑三点四的 好好好 你说 你说 别别别说了 我有点听不下去了 就听到这 我有点听不下去了 刚才用那孝敬那词 用的挺好的 老太太就对你们太孝敬了 对你们俩太孝敬了 惹的事 这老太太多不开眼呀 你说说 招你们俩干嘛呀 孩子为什么没有啊 就是说 要这儿洗都干啥 就要不是这颜色 就是这儿要是啥呢 他跟我说 就说 如果你怀孕了 我要我妈被狗送走 我说行 过不多长时间 就我怀孕了 怀孕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跟你妈说 把那狗送走 他跟他妈去说了 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他妈这一戳再戳 今天戳明天 明天戳后天的 那你说 那小狗跟我妈六年了 那老太太 对狗能没有一点感情吗 你说送走就送走 你嫁回来 我们就得听你的 你到我家来了 你是不是在听我的那一天呢 你得为我考虑考虑呀 孩子后来呢 后来就家我能待了吗 就这样 我只能回娘家 其实我工作单位 离他妈家特别近 走十多分钟就到 离我娘家比较远 我天天地坐公交车 还倒车 这样来回奔波劳碌吧 可能也休息不好 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 就把孩子就流产了 流产以后吧 他根本就没替我考虑 还说呢 这责任都在我身上 孩子在你肚里嘛 流产了是不是你的事 哎哟 离婚谁的主意 我的 你为什么同意离婚 当时我也是在气头上 因为我刚流产 他又说的都是我的责任 说他家一点责任没有 然后他又提出离婚 我当时我挺生气的 起码就答应了 那为什么又想复婚呢 离婚以后吧 我就总是 就是工作期间不忙的时候 就总能想起 我俩以前在一起 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想复婚 其实我俩也没别的 什么大毛病 就是因为他妈 养的那条小狗 其实他如果说 动动脑筋 想办法 给他处理掉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哎 你想复婚吗 我不想 你娶他的时候 你爱他吗 我娶的时候当然了 哦 爱他什么 我没有发现他是这样的 如果发现 早发现这样 有这样儿媳 谁家能要啊 你是不是经常出差不在家 对啊 你希望他能去照顾你父母 是吧 对 他不仅没把你父母照顾好 还给你父母生了不少气 牵麻烦 然后一天还挑担点四 他说那你也 你也听说了 那我妈是该你的 还是欠你的 还在给你做饭 然后还在给你收拾屋子 其实我也特别好奇这个问题 既然嫌婆婆那做的不好 或者你说的不干净 为什么不是你做给他们呢 矛盾不就解决了吗 下班不有晚啊 然后每次妈 没得我做人 他妈都把饭做好了 你不去吧 他又不愿意 明白了 这个矛盾真的是因狗而起吗 我看并不是 狗只是一个说辞 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那女孩 我很好奇啊 就是婆婆给你收拾屋子 然后给你做饭 这些你都没说 你就看见那几根狗毛了 所有的你的表达当中就是 哎呀 弄我裤子上 袜子上几根狗毛 我就在想 姑娘 如果这个时候 你在厨房做饭 那个狗在客厅里 就不会绕着你的裤腿转了 我害怕他 我根本撵不走他 我妈妈也养狗 我们家有三条小狗 如果你要是跟我妈妈 交流的这个好的话 说哎呦我怕那个狗 我妈立马就给他关起来 然后关在笼子里 或者我直接给你关厕所里 当每次要给他关起来的时候 他都说没事 你不用害怕 他不要人 姑娘 我不知道你每次 是不是都带有那种 特别嫌弃的那种语气 来跟你的这个前夫 乃至于你前夫家里的人 去沟通啊 我特别理解那老太太 老太太一定能感觉到 这儿媳妇挺嫌弃我的 嫌弃我的小狗 然后可能儿子 常年不在身边照顾他少 他为了讨好你 不断地去给你收拾这 收拾那 给你做饭 如果他真想看着你 真的对你特别不满意的话 一个老太太 没有必要天天上赶着伺候你 公公出差 去外地 还给你买什么牛肉 您说刚才用了一个词 叫孝敬 你想想这一家子人 都用孝敬的方式 来讨好你了 咱应该用一种平等的状态 去跟人去交流 就起码你说声谢谢 不至于让这个老太太 觉得自己那么被嫌弃 所以我特别理解这先生 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坚持 不愿意跟你复婚啊 你在求别人的时候 希望别人能满足你的愿望的时候 咱起码给个好脸 这是最起码的一种礼貌 男生也是一样的 你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作为 我脑子里是孝敬的 我不在身边 让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办 派我媳妇去替我孝敬她 而你媳妇这种状态 你觉得她能做到吗 你想让她们处成什么亲如母女 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 即便那条小狗走了离开了 以后再也没有小狗了 还是做不到 因为她的性格就决定了 你要想孝敬 就体现在你的行动上 别老派别人去 余老师 我先问两位一个确定的问题 如果狗被送走了 你会愿意复婚对吗 对 如果她是一个对狗毛 严重过敏的人 但我们家有一条狗 当她进入我们家的第一天开始 我觉得我再打喷嚏 我再难受 我每天吸那个她的毛 但是我对这个狗 我是有一种责任的 因为她到我们家来了 这不是说单纯一个狗的问题 你明白吗 这是一种责任 如果你真爱她的话 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克服的 这一期的节目好像可以笑成是 婆婆媳妇与狗 这狗毛要是觉得她满天飞 给把她剃了 觉得她嘴脏 可以天天替她刷牙 怎么就容不下一条狗呢 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一点 我活到今年38岁年纪 2015年又长了一岁 无论天气有多热 我身上绝对不起废子 为什么 这里面有个故事 我在一岁那年的时候 整个夏天都喝舌汤 小的时候大家处住的是那种木板房 我们家住楼上 楼下有一家 邻里之间呢 处得都非常的和谐 楼下住着一小伙子 还没找老婆 但有一天开始 周灵四舌开始 鸡犬不宁了 为什么呢 那个小伙子开始养蛇了 但是你要知道 那种木板房子 养蛇是极其不卫生的 很容易引起一些臭种 因为它很潮湿 所以大家伙都特别的嫌弃 不喜欢它 但是它不听 它依然肆意为之 有的时候甚至那个蛇 会跑到我们家里 那会儿我妈还在怀着我 那蛇在那个窗台和闪霸子上 会退一层皮下 弄得我妈特别的害怕 周灵四舌很大意见 久而久之 彼此之间远离了 每天见面 却从来不打招 后来有一次 小伙子被蛇咬了 发现他的手 是我爸发现 我爸二话不说 和其他的一些邻居 把他飞到医院去注射了 这个蛇青 后来彼此关系之间又好了 他为了感激我父亲 当我妈生下我的时候 整个半年 都喝着他们家那蛇汤 他说喝蛇汤 不会起肺子 之前我们之间 邻里之间关系变得不好 变得恶劣 是因为蛇吗 我们后来彼此之间又和好了 是因为蛇不在了吗 不是的 我们之间以前关系不好 是因为彼此不能包容 对方的生活 我们不能对他的生活 予以尊重和包容 他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而后来我们之所以和好 是因为我们克服了 这种人类的自私感 所以那蛇和那狗 那不是蛇跟狗 是我们内心的自私 更何况那条狗 并没有生活在你家 你不是天天和他接触 怎么就容不了了呢 所以那条狗表面上是一条狗 其实是你内心的自私 同时我可以说 那条狗也不光是一条狗 也是他这个男人 心里的这种自私 即便狗送走了 他再做一碗饭来 你还会觉得里面还有吗 因为他曾经存在过 所以说如果你不能够 克服一种自私 不能够克服彼此在一起 生活一家人 尊重对方的一种生活 习惯和尊重的话 狗送走了没有用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 如果不能够尊重对方 和克服自己内心的 这种自私感 还是不要在一起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孩子 特别怕你们将来又有了孩子 你们又因为这种自私感 又不能包容的话 那时候就不是狗遭罪了 那是孩子遭罪 就这样 说的是他 应该对你也有启发 好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其实他如果改掉小孩子这些脾气的话 我俩在一起相处还是很好 如果你可以对老人好一点的话 我还能接受 希望你不要那么任性 我希望他能想一个妥善的办法 把这小狗处理好 我们俩在一起还可以好好过日 男生其实是有变化的 从这点我说你来干嘛 要复婚吗 不想复婚 到现在说如果你这样 如果你那样 我还是愿意跟你过的 看来你心里还是比较纠结的 是吧 是 来 接着帮你一下吧 我们现场有三种帮助的方式 第一种求助现场的观众 第二种请听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种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我选现场观众吗 来 求助现场观众 好了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看好他们吗 看好选赞成 不看好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三的观众看好 我们听听大家什么意见 看好吧 我投的是三成票 觉得如果两个人能在一起 就是一种非常不容易 应该互相包容吧 我不看好 原因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够相爱 因为他说那个什么孩子都不是 我觉得他没有责任 好 谢谢啊 道理何去何从 能不能把自己身上的点自私抽去 好好的再重新开始 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请交换你们的箱子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一起来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这是个奇迹啊 来来来来 没秘密啊 空箱子 也挺绝的 男生说你自己想吧 男生说你不认真是个奇迹啊 就有一种 英勇就义的感觉 你说说 你是我第一个爱人 也是我最后一个爱人 我不能没有你 就看这个就行了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 来 请你们编授我们的大屏幕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五百到三千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开始 停 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小花童 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斯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接下来要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咱俩回家吧 停一下 停一下 咱俩回家吧 中文字幕——YK